CAD的使用人員 各位大家好 很歡迎各位利用這個線上 來收聽我們的這個 麥達斯NFS的介紹 那我們的NFS 我們把它定位在 是一個產品設計導向的分析軟體 什麼是產品設計分析導向 所謂的產品設計分析導向 就是讓所有的CAD使用人員 都能很快速使用的一個 軟體 所以我們把它稱作產品設計導向 那我是台灣麥達斯的人員 我姓翁 各位可以叫我俊 那在今天的介紹內容 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們會先針對NFS去做 所謂的市場定位說明 那會接著去說明 有哪些功能和我們的分析工具 最後我們會以實際的例子 來操作給各位看 讓各位了解 什麼是所謂的設計導向分析軟體 到最後的部分 我們會說明一下我們現在的特位方案 首先我們來看看 NFS的市場定位 什麼是CAE 字面上它就是電腦輔助工程分析 那這是指透過電腦數值方式去做模擬 你得到一個預測的結果 那這是一個泛用的一個說明 而實際上 CAE是什麼 在我個人的經驗裡面 CAE其實只是一個工具 它是一個發現問題的工具 為什麼這麼說明 我們只是希望透過這個 先行的工具找到這個產品的可惜性 過去我們用的是實驗法 可能是將產品生產出來實際去做測試 而現在有了一個更方便的工具 就是我們可以用數值方法 先進行去模擬 那這可以節省什麼部分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透過這樣子的方式 我們可以減少所謂的試模的成本 怎麼說 也就是說 過去我們可能在生產一個產品 我們會有來重複的這個 試模、開模、試模、修模的動作 可以看到上方這個傳統設計的部分 那麼 如果說我們可以改變傳統的設計流程 將所謂的實驗測試的部分 和所謂的模型修改的部分 減少 不代表說完全不需要做實驗測試 是 如果我們能減少幾次的實驗次數 那麼對於我們的生產的流程 其實就有大幅度的提高 所以我們 可以概估一個數值 大約 如果說你真的將CAE 很確實的導入我們的這個設計流程當中 我相信可以節省開發的時間將近60%到70% 那麼我們怎麼去達到這個所謂的高效率的分析 這就變得很重要 那麼過去在各位 可能也知道說CAE的這個好處 那麼 為什麼各位 會覺得 對CAE覺得它是一個高貴的東西 或是說它是一個高單價的東西 讓各位 會享用 卻會覺得門檻過高 那麼在這個地方 我們先把CAE和CFD的軟體去做一個分類 在市面上 我們的所有產品都可以分成概括的三大類 入門的 中階的 高階的 這個觀念包含了 我們在買車買房 譬如說我們在買一台車 我們一般的人民可能選擇的是國產車 那比較白領階級 或是說高級的經濟人員 可能選擇的是所謂的進口車 那麼富豪級的我們就去選擇所謂的頂級車 那麼在軟體的部分也是一樣 我們去選擇我們購用的軟體 那麼我們在這個地方 把CAE和CFD去做一個概括的分類 那我們是用價格先去做個區段 去做個區分 我們把30萬到100萬的這個軟體價格 定位在所謂廣大的機構工程師 或說入門使用者 去可以操作的這個軟體的價位 那中價位的軟體 我們把它定位在100到200萬之間 那麼高價位軟體 我們定位在200萬以上 那麼除了用軟體價格去做區分 我們也可以來用使用者的能力 來做一個區分 一般來說入門使用者 我們maybe你只要去懂一些力學概念 那其實就可以去做一些概括性的一個分析 那麼中階的使用者 可能必須有修過有限元素法 那高級用戶可能你對於特定的領域 要必須非常的深入 那麼我們的市場定位在哪裡 NFS的市場定位 就是在所謂的入門跟中階的部分 我們的功能包含了可以滿足入門的使用者 跟中階的使用者 那麼我們怎麼去區分這個功能 一般來說軟體最大的問題 除了價格之外 是所謂的學習環境 就是使用者介面 我們針對於入門使用者 開發了一個比CAD還簡易 還要好學的操作環境 我們把它稱作所謂的 Designer的操作環境 那針對中階使用者 他可能必須要有比較多的功能 我們針對這類的使用者 開發了所謂的比較高級的多功能的環境 我們稱作Analysis 這部分的檔案是可以相容的 也就是說我們在初期在學軟體 你只要去學一個馬上立刻可以使用的界面 當你的東西日益精進 譬如說你學習的工具 你使用的工具可以更多的時候 你可以駕馭得了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去使用到Analysis的環境 而且檔案是可以向上相容 那麼我們的價位呢 因為一般在評估軟體 其實除了所謂的操作方便功能性之外 價格絕對是一個必須要考慮的因素 我們考慮到廣大的使用者 在過去想導入CAE的困境 所以我們將我們的軟體定價 定在所謂的入門的這個價位 讓各位在導入軟體的負擔降到最低 而且可以去享受足夠的功能 我們包含了入門的使用者的需求 跟中階使用者的需求 而我們的模組怎麼去做一個分類 這是我們的模組分類 我們的模組分類簡易清楚 我們不去幫我們的軟體 去區分成很多模組的原因是 我相信在坊間有許多軟體 區分成很多小小的模組 那你會發現 當你把你所需要的模組加起來的時候 這個金額非常的可觀 那麼我們考慮到 我們希望一套軟體 就能滿足一般使用者大部分的需求 所以我們將我們的版本區分得非常清楚 在結構的部分就分成入門版和專業版 流體的部分也分成入門版跟專業版 而我們最大的優勢還有一個就是 我們單機不限計算單元素 也就是說你的電腦可以買到高級的電腦 我們一樣可以支援到它多顆的CPU 那坊間的許多軟體都是以CPU的數目來做計價 譬如說它以四核心為一個價格 當你要使用到八核心的計算單元素的時候 它的價格還要再另外再加上去 我們是不需要的 所以你單台電腦 你就可以買到很好的等級的電腦 為什麼 因為一般來說硬體還是比軟體便宜 所以這時候各位不需要再花額外的費用去購買 升級版的模組 你只要一個模組 從頭用到尾就可以了 那當然計算單元提供不限 那你的計算效率當然就會比較高 因為你可以使用比較多顆的CPU 你也可以去購買更好的電腦 不用考慮到預算的因素 那麼我們的模組分類怎麼去區分 我們的入門版包含了一般的線性結構跟模態 那麼專業版就是其他的項目全部包含 那最特別的是我們有最佳化分析和機構運動分析 那流體的部分 入門版就是一般的穩態跟損態 那麼專業版就是可以計算 可以計算物件在空間中移動的計算 包含頁片轉動等等 而剛剛講的是 NFS的概括性的定位的介紹 還有產品的初步模組的介紹 那麼我們的分析包含什麼 我們包含了結構分析 剛度強度耐久性 熱流分析 流場 熱應力 熱結構分析 我們也包含了震動 噪音運動分析等等 那麼最重要的是 我們的操作界面 簡易 好學 我們有隨時的技術支持 說到技術支持 我們台灣麥達斯 將所有的範例 我們都把它錄製成 操作影片 放置在YouTube上面 那各位可以在YouTube 搜尋台灣麥達斯 就可以查詢到這些影片 包含我們這些影片也提供下載 你只要進到 www.麥達斯user.com.tw 你就可以進到這個台灣麥達斯頁手 你點選機械領域 這時候你會發現 有一個技術交流中心 這個技術交流中心 我們有提供免費的軟體試用 各位只要點選這個試用申請 我們就可以在這上面下載 我們的完整版的程式 那上面這邊有所謂的 適用安裝說明 那麼另外我們有提供討論區 你只要加入這個會員 你就可以將你常見的分析問題 在這邊PO文進行討論 那我們有針對標準教學和應用案例 去提供檔案的下載 包含影片下載 你也可以透過YouTube 去觀察我們的操作動畫 所以我們的服務是無所不在 幾乎是24小時 那我們的分析內容 剛剛提到包含了結構 這是一般的線性結構分析 一個很標準的一個受力分析 那我們全是圖形化操作 這個部分 那麼接觸分析 這是非線性分析的這個接觸和線性接觸 那麼這是一個晶圓載具的這個設備分析 模態分析 你去算幾個模態的差異 非線性分析 非線性分析其實分成幾類 材料非線性 幾何非線性 還有接觸非線性等等這些 疲勞的部分 在麥達史裡面提供了線性 線性部分的高周波跟低周波的疲勞 所以你只要有完整的材料數據 就可以去計算你的使用周期 預測你的生命周期 而複合材料的部分 我們也可以去做個輸入計算 那麼這邊它也將常見的複合材料的 這些破壞準則都內含在裡面 而振動分析 振動分析是目前許多人想要去探討的一個問題 我們除了頻響部分 我們也可以做所謂地震波的分析 反應波的分析等等 這些我們可以提供足夠的解決方案 為客戶解決問題 那麼剛剛講的是線性結構 非線性結構振動問題 那麼在台灣有許多的電子業 譬如說有要去做一些比較高度的大變形的問題 譬如說掉落問題 落摔問題 我們就會用到所謂的顯示求解分析 在這個地方你可以看到 這是一個hinge的掉落的分析 這是一個落摔分析 我們也包含在我們的軟體裡面 這是熱分析 受熱影響的熱結構的分佈 熱傳的分佈 這是熱應力 那麼我們在這裡面有一個最特殊的功能 不是說別的軟體沒有 而是在我們這個價位裡面 唯一有這個功能的 這個是拓譜最佳化分析 什麼是拓譜最佳化 拓譜最佳化的字面上意思就是去算 網格的分佈 一般來說我們在做一個產品設計 我們會不知道如何去設計這個產品 這時候我們可以透過軟體 譬如說這邊是一個直升架 那我們怎麼去知道它的外型 我們只要將所謂的結合區域去做一個保留 這個是我們的設計空間 這邊下一個對稱條件 因為是對稱的 這時候你透過軟體的計算 它就會計算出最合適的材料分佈 這個材料分佈是考慮了所謂的結構的力學概念 所以你可以得到既符合結構力學的概念 又可以達到所謂輕量化的這個設計 你可以看一下這邊的比較表 這個設計與原本設計減重了將近77% 又可以符合所謂製造程序 你看這邊的設計是可以 實際加工是可以生產的出來的 那麼除了剛剛講的結構 震動 熱 我們當然也可以去做流體分析 而我們的軟體是少數CAE、CFD 在單一介面裡面 就可以全部都可以執行的分析軟體 我們是唯一 也不是唯一 就是大部分的這個軟體裡面 很少有這種流固 都在同一個操作環境 我們是可以的 那麼我們可以立刻計算緩緩 流體對於物件的效應之外 把它的受力 直接去算結構的影響 這是流體施加在 將流體計算的這個壓力 直接投射在結構上面 那麼 這是因類跟outlet 就是一般我們在流場 我們會去做所謂的流量的預測 這是流線的這個部分 還有一般的升溫、散熱的效應的評估 流動性的計算 譬如說這是一個風力發電機 等等的計算 OK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有哪些分析工具 可以符合各位在操作上的需求 那除了介紹這些例子的功能之外 等一下我們會以實際的例子 來各位介紹 我們是如何很快的去做一個操作分析 一個實力分析 我們擁有最人性化的介面 就是office的windows介面 那麼針對台灣的user 我們有提供繁體介面 繁體跟英文隨時切換的介面 我們的操作流程 我們的designer的操作流程 絕對是你用最少的步驟 就可以完成一個很完整的分析 自動集合清理 你可以自動透過這個功能 清理掉一些小的特征 自動網格 將網格切得品質很好 那麼 剛剛有提到 我們是少數 在單一介面 可以做所謂的CAE CFD分析 在這個地方 我們甚至可以做到 你在做進行設計變更的時候 你只要用一個拖曳的功能 就可以將邊界條件 投射在設計變更後的模型上 等一下我們也會有實力的操作 這是接觸的設定 你只要一個指令 自動幫你把接觸特性全部都定義好 這是網格生成 那麼我們的網格生成是目前 在所有分析軟體裡面 算是最新的技術 就是說 我們是使用多核心去做網格處理 什麼意思 如果說你有多個part 我們是你電腦有幾顆CPU 他就用幾顆CPU 分別在處理這些part 那麼這個的部分 就會讓我們的網格 切割過程非常的快 非常有效率 在坊間大部分的軟體 都是一顆CPU從頭切到尾 那如果說你有多個部件 你採用我們的這個網格的技術 你會發現 你可以有效率的大幅度的降低 網格劃分時間 那麼另外我們針對六面體網格 我們提供了非常快速 而且品質好的六面體網格 而在分析的時候 譬如說我們不知道 網格哪邊要做一個加密 所以我們通常會去做一個收斂性分析 那麼我們在這個軟體裡面 有自動網格加密的功能 它會自動幫你判斷哪些區域的網格 要去做一個加密 這部分你就可以節省 節省這個分析的時間 甚至說也避開所謂你擔心分析不夠準確的部分 那自動產生分析報告 這是剛剛講的 單一界面可以做到流 固偶核的計算 你可以將流體計算完的邊界 直接投射在結構上 OK 我們現在就以實際的例子 來帶各位來看這個怎麼操作 那這邊有兩個例子 一個是Cable Joint的結構分析單件的Part 那麼在這個地方 我們是底部拘束 然後用一個等向性的材料 給一個均壓 那麼另外一個題目 我們要強調是一個 我們設計變更是多麼方便 所以我們會帶各位操作一個 Bolt 的結構 一個是兩個Bolt 一個是三個Bolt 我們怎麼去做快速的設計變更的比較 這是它的邊界條件說明 OK 首先我們來開啟麥達斯NFS的操作環境 這是一個我們的操作環境 我們的操作環境裡面 剛剛有提到我們有所謂的 Designer模式跟Analysis模式 我們在中文裡面稱作 設計模式跟分析模式 我們的軟體 你的中文英文是可以隨時做一個切換的 OK 那我們再開啟一個新的檔案 這是一個我們的操作界面 看起來絕對比一般我們常用的 CAD的軟體要更為容易 在這地方我們怎麼去做到一個 很快的一個結構分析 你按一下導入 我們將我們的模型做一個導入 當你模型導入之後 剛剛有提到我們有自動集合清理的功能 你按一下簡化 點選這個物件 給另一個尺寸 譬如說輸入一個2 按一下搜尋 你有沒有發現 它自動的幫我們把一些小的特徵 全部搜尋到 這時候你就全部勾選 按刪除 這時候你發現 它全部自動幫你清理好了 OK 在做完這個步驟之後 我們要做什麼 你連材料都不用指定 為什麼 如果說你有內定的使用材料 第一個 它會把所有的物件 全部都指定在使用你的指定材料 那麼如果說我要使用其他材料 我們按一下材料 這個地方按下右鍵 選擇添加 OK 這是材料庫導入 我們可以選擇 別種的材料 隨便選擇 那我怎麼指定上去 你只要做一個拖曳的動作 就指定上去 那我怎麼判斷有沒有指定上去 你看一下工具裡面 有一個材料顏色 這個地方就是它用你的材料的顏色分布 來判斷你有沒有材料指定上去 OK 這是材料指定上去的 那我們還要再做什麼 我們只要下邊界 下邊界 底部去做個拘束 固定住 下方我們做一個施加壓力 施加壓力 全部都是圖形化操作 全部都圖形化操作 如果我選擇錯了 就再點一下就可以了 就可以取消選舉 給一個 10牛頓mm的分布 按下確認 我們這樣就可以去做分析了 點選線性結構分析 進行求解 求解之前它會要你存檔 我們就來存一個檔案 這時候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剛剛掃住了網格 它自動幫我們去做網格處理 OK 我們很快的就可以求解完畢 這個是我們的線性結構的分析結果 OK 那我們能不能去做其他分析 可以 我們按下滑鼠右鍵 我們選擇非線性結構 直接進行求解 這時候它就直接幫我們進行所謂的非線性結構分析 直接進行非線性結構分析 一樣很快的就會求解結束 那在這個求解過程的時候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CPU使用效率 你可以看到 基本上它就所有的CPU全部都幫你使用上 那我們怎麼去使用多核心的設定 當你在安裝軟體完畢之後 我們在這邊的工具有個選項 這邊有一個 載合 有個一般 這邊 有個分析結果 在分析結果地方有個處理器數目 在這個地方 它會自動幫你抓取你內定最多CPU的數目 那麼如果說你有時候 需要在同時間處理其他事情 你就可以在這個地方把CPU調降 這部分 我們剛剛這個分析已經完成了 這是一個非線性分析 我們可以去播放 觀看它的這個分析動畫 OK 剛剛分析的是一個所謂的單鍵的部分 我們來做一個組合鍵的分析 組合鍵的分析 我們將這個檔案儲存 關閉 開啟一個新的檔案 在開啟檔案的時候 各位 注意一下這邊有個自動搜尋接觸面 這個自動搜尋接觸面 我們先把它取消掉 按一下開啟 這時候 我們在模型數的部分 接觸的部分都沒有設定上去 OK我們ONDO 記得 在很多分析軟體裡面都沒有ONDO這個功能 在我們軟體裡面是可以做ONDO 是無限次數的ONDO 當然你重新開新檔案之後 就要重新記錄 OK 我們按一個導入 選擇這個模型 將這個自動搜尋面打開 開啟檔案 這時候你有沒有發現 它自動幫你把分析有接觸的區域去做一個設定 它內定是假設這個接觸是黏在一起的 那我們在這個地方 要做什麼事情 我們去做個材料指定 譬如說我就隨意的指定這些材料 譬如說我的板的部分是ALUMI 那我們用顏色來做個區分 那螺酸的部分 我們把它定義成Steel 那你也可以一次點選多個物件 一次點選多個物件 按一下滑鼠右鍵 直接指定它是Steel 你也可以用拖曳的指定 OK 指定完之後切換回來 接下來去定義所謂的局數條件 給另一個 1萬牛頓 立方向 1萬牛頓 1萬牛頓 那麼接下來我們來新增分析 你直接點選線性結構分析 進行求解 按下儲存 很快的就可以得到一個分析結果 那麼得到這個分析結果 然後呢 一般來說我們在做一個設計 都會有好幾組的這個比較 這時候如果說我們要去做一個產品設計比較 怎麼辦 你再開一個新的檔案 重新再做一次設定 這種方式也是可以 那麼我們有一個更簡編的方式 我們直接在這個剛剛分析完的邊界條件上 的結果直接做一個按下滑鼠 拉一下 它就把它邊界投引過來 你只要直接進行求解就可以了 這時候它的邊界條件 你就不需要再重新做一個設定 你就可以直接得到一個分析結果的比對 這個是它的分析結果比對 OK 所以我們這套軟體它針對於設計變更非常的方便 而且對於所謂的快速的一個分析 應該說對於機構工程師來說 或是說CAD的繪圖人員來說 它的學習門檻 你會覺得它的指令相當簡單 並不需要花很多的時間去做學習的動作 立刻就可以了解這個物件 到底符不符合我們的設計要求 我們回到這個PowerPoint來看 這是剛剛做的範例 那麼最後我來跟各位介紹一下 我們目前的優惠活動 那麼在各位在評估分析軟體的時候 通常一定有幾個在意的點 我這表格上面是一些常見的分析軟體 那在這個地方請各位仔細去想想 我們在評估一個分析軟體 最在意的是什麼 有哪些東西 價格 操作性 準確性 功能性 那包含其他的 其他的這個部分 譬如說教育資源 普遍性等等 那什麼是最重要的 OK 那我想一般來說 可能有可能有價格操作介面 準確性 那麼到底什麼是最重要 各位可以去列一張表格 分別給不同軟體去做一個評比 那這就可以知道說 哪一套軟體最適合貴公司 在這地方也不用擔心說 我們NFS是一套新的軟體 我們其實在土木跟建築領域 是世界最大的軟體 那麼在2012年正式進入台灣市場 那麼在所有的分析軟體 在上市之前都會